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在哪还不知道呢 你还和他成什么亲呢 可我听说他已经回泉州了 而且前两天他爹还派人到我家替完婚的事呢 真的 好 士七哥 我先走了 小师父 阿弥陀佛 请问方丈大和尚在哪儿 本寺眼下没有方丈 那 那谁做主啊 用钱的不管钱 管钱的不用钱 用钱的是主持 管钱的是当家 哪个官大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比在家人有职位的高低 不过我想你们要找的人 应该是从这里往左走 大树旁的那间疗房便是 好 谢师父 谢师父 走吧 这个孽子 莫非真的要断我萧家的命脉 老爷 息怒啊 不知 我二弟来信说 这些年他在香香就喜欢读佛家的书 有一次他跑到衡山不愿回来 我二弟担心他有出家的想法 才赶紧把他送回来 他人呢 和富国少爷一起到开元寺去了 到开元寺干什么 莫非他真的要出家吗 师父 我是想向您请教 一个人要出家是不是很难呢 说难便难 说容易嘛 也容易啊 什么 哥 你 你想出家呀你 富国 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老爷 少爷他今年十七岁了吧 能不能让他成亲了 你是说让他提前完婚 对了 这田家小姐温柔贤 谭家小姐又聪明伶俐 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媳妇陪着 少爷他一定会打消出家的念头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 你马上去趟开元寺 把他给我找回来 好好 我马上就去 好 容管家来了 哦 明心法师啊 您进来身体可好啊 好 好 我一厢吃得饱睡得香 哪有不好的 容管家请坐 不用了 不用了 哦 少爷啊 老爷急等着你回去呢 明心法师啊 这位就是萧老爷的公子 您知道啊 他可是萧老爷的一根毒苗啊 哦 金贵 金贵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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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老爷托我带来五十两银子 这是供奉给寺庙卫佛菩萨装金用的 好 收下吧 好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萧公子 快跟家里人回去吧 你今后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那好吧 我们就告辞了 好 告辞了 阿弥陀佛 好 去吧 顾炎哪 你今年十七岁了 俗话说 男儿十五 力以大志 你也应该去七世了 我打算近期选个日子 把田坛两房七子给你娶过来 什么 南大当婚 成家立业 是人之长情 再说 这两门亲事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不行 爹 爹这不行 怎么了 孩儿 孩儿尚且年轻 想再多读几年书 再考虑 再考虑成家 十七岁不算小了 成了家照样可以读书 考取功名吗 成家以后必然为妻子儿女所累 情欲烦扰 名利所困 这如何可以呢 说的什么胡话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择个黄道吉日 爹 此事万万不可 无论如何不能害了田坛两位姑娘啊 害了两位姑娘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爹 如果现在把他们取进房来 今后必然独守空房 聊死一生 那真是孩儿的罪孽呀 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想出家当和尚 爹 竟说孩儿不孝 你 你敢 爹 你别人 你出家当和尚 来人哪 爹 你不要逼我 你别人 否则我会逃走的 把这个逆子给我关到书房里 爹 没有我的允许 爹 不许他出来 爹 爹 你不能啊 爹 爹 不能举尽啊 爹 你这个逆子 我绝不会让你断了我 萧家的香火 命脉 老爷 少爷他是一时糊涂啊 您可别 别 老爷 当心身体 马上选的即日 派人到天府谭府下帖子 好好好 天老爷 请留步 留步 明无留不 告辞 走走走 容管家 这不是谭少爷吗 您这是 我这是给田家下聘礼来了 待会儿还得上您家去呢 去我家下什么聘礼啊 对 我们家少爷和田小姐 谭小姐定在下月初八结婚啊 大喜呀 您说是不 是是是 大喜大喜 舅爷 您先忙着 我还有事儿呢 走走走 我先走了啊 容管家们 慢走啊 告辞 小姐 小姐 公子 你 恭喜呀 四丫头 整天疯疯癫癫的 又有什么喜事啊 萧家来人下聘礼了 听说小姐和萧公子的婚期 定在下个月的出发 这可不是大喜吧 看 看 脸红了 四丫头 看把你乐了 又不是我要出格 我乐什么呀 有的人嘴上不说 可心里乐着呢 四丫头 你再说 我刺了你的嘴 你别跑 我刺了 你别跑 他少爷 这儿 我 乐盈啊 士奇哥 你来了 小姐 死丫头 小姐 你 绣花呢 绣得真好 对了 你昨天想买的东西 我替你买来了 你这有心 你 谢谢 你 我是真心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是真心的 我要你嫁给我 你干什么呀 你别再说这种胡话了 不 我和萧家的婚期 早已经定了 我们两也算得上 两小无才 青梅种马吧 小时候你都答应嫁给我 怎么现在反倒变卦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只不过是儿时的一句戏言 阿姨 阿姨 阿姨啊 你不知道 萧谷言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男婚女爱上 你嫁给他不会有幸福的 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八字都合过了 怎么能说便就对了 可你也不能不管自己的幸福 你就 你还是快走吧 不然 我知道 让个人看见了 以为我是什么人 看见就看见吧 又怎么样 小姐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四丫头 又怎么了 门口有几个乌赖 在那儿大声嚷嚷呢 说什么 打一拳三个钱 踢一脚五个钱 是他们 打一拳三个钱 踢一脚五个钱 又是你这个无赖 找死啊 士奇 士奇 你们要干什么 大爷不是我找死 是找钱来了 有种的往这儿打呀 往这儿踢 你 大爷我今天准备好了 你们说 要多少钱 一两银子 这种无赖 给 好了快滚 没事了 我说嘛 这小娘子是个明白人 你以后优惠秦哥哥 爷们儿就装子没看见 你再说 我打死你 士奇 你再说 士奇 小五小亮 小宫 折 大爷 这种人就得打 您不打他 他就这种德行 算了 可人哪 爹 怎么了 没事 就是几个要饭的 没事了 走吧爹 走吧 快走 鹅鹅 鹅鹅 这个不错 小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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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想拦路打钱呀 没见过送出的钱又要抢回来呀 是啊 我是来给你们送钱呀 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 好 要练打呀 打一钱三个钱 一脚五个钱 不打就能收钱 你干不干 这事不打就能收钱 有这种好事 你过来我告诉你 你照我说的做 我给你的银子够你一年用的 怎么样 真有这种好事啊 小不小链 一年爷不用挨打了 不挨打咱们干什么呀 是啊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少爷 您别费劲了 这是老爷吩咐的 小的也不敢违抗啊 等到大喜的日子 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现在真的不行啊 你 傅国呢 傅国 傅国 哥 你干吗去了 没看见我被锁在这儿吗 快点想点办法让我出去 这这这不行啊 我 我我我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爹就是怕你出去当和尚 才陪我来监视你的 你 现在能成这样 我也没辙啊 我虽然同心你 可我真的不能帮你放出去啊 废物 废物 哥 哥 哥 你就别生气 废物 哥 你别这样 哥 你就好好待着 等到结婚那天就好了嘛 金刚经 哥 哎呀 哥 你还看哪 我再睡觉 我什么也没赶紧 我什么也没赶紧 爹 小妹和萧家的婚事 不能这么草率的决定吧 怎么草率 三妹六片又合了八字 可我听说 萧古炎有出家当和尚的打算 什么 你怎么以前不早说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爹 您想 小妹要是真的嫁给了萧家 她又跑去出家当和尚了 那岂不毁了小妹的一生了吗 这倒也是 不过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说出家也不过是想想 万一她以后真的出家了 爹 我想我们也应该至少推迟婚期 弄清楚怎么回事 再做打算也不迟 您说呢 你先去吧 让我想想 好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回老爷 一切都还顺利 就是时间仓促 那就连夜加班 功勤加倍 少爷那呢 老爷 这两天萧定了 就没日没夜的读书 读书好啊 给他送些好吃的 老爷放进 老爷 老爷 怎么能这样 这请柬都发出去了 她没说什么原因 只说谭小姐突然生病了 假之嫁妆也一时准备不齐 一个活不乱跳的小姑娘 能有什么大病啊 我们这是两房媳妇 同时过门 不分先后 她要是推迟了 这婚礼还怎么办 不行 我也是这么对谭府管家说的 可她说这是谭老爷的意思 她做不了主啊 我这就到谭府去 老爷 您亲自去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 人家小小姐 幽惠小青老 爷们小姐 什么事吵吵嚷嚷的 好 我马上去看看 至少无功力 你们是什么人 老爷 老爷 冤枉 你们胆敢站住服吗 天家小姐 就是你们小姐 要娶的那个媳妇 前两天在树林里 幽惠情哥哥 不小心被小的撞见了 小的又没有说要四处张扬 没想到那小子 还把小的痛打一顿 你说小的冤枉不冤枉啊 来人 把这几个刁民给我抓出来 快 老爷息怒 我看这事一定有人在背后捣乱啊 这些年我没得罪什么人呢 谁会跟我萧玉堂过不去呀 这件事你还是要查一下 见鬼怎么都撞到一块了 是不是有这种伤风百俗的事情 今天你要给我说清楚 爹 你是看着女儿长大的 你 你怎么会信不过女儿呢 现在泉州城闹得沸沸扬扬 你让我这场老脸往哪儿割呀 所谓无风不起浪 对 伯父 您说得很对 无风不起浪 我可以作证 鹅鹰 确有此事 太师妻 你 你不可以胡说 伯父我没有胡说 鹅鹰约会的人就是我 太师妻你 鹅鹰 我答应过你 我要娶你 太师妻 你明知道我女儿代价归忠 你怎么能 伯父 我和鹅鹰自小而病思母 他早就答应嫁给我了 混账 你干出这种犹如家门的事情 你让我在泉州城如何做人哪 我 不 这不是真的 大师妻 舅舅你快说 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伯父 鹅鹰您就成功了吧 这不是真的 有辱家门 败坏门风 我打死你 要打您就打我吧 伯父 当务之急 只有请伯父允许我带着鹅鹰 离开泉州城 死奔 放屁 我田家 你可没这个女儿 大师妻 你为什么要毁我清白 鹅鹅 因为我喜欢你 你 你太狠多了 鹅鹰 你听我说 鹅鹰 快点啊 夏老爷到 小伯父 乖女儿 你到房间里躲一下 为什么要躲啊 我也想见一见萧伯父呢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快去 快去 萧大人请 谭大人 萧大人今天怎么有空啊 儿女的婚姻大事 做父母的没空也不行啊 坐坐坐坐 上茶 我听说魏过门的媳妇病了 特地过来看一看 是啊是啊 已经躺在床上不起来了 谁说我病了 萧伯父 哎呀 这个死丫头 你刚才不是躺在床上吗 哦 对啊 不过我现在好了 萧伯父 谷颜哥他还好吗 该叫爹了 谷颜他很好 正在琢磨 筹办你们的婚事呢 萧伯父 这么多年没见谷颜哥了 我真的好想他 可是 都是我爹不好 他不让我出阁 这死丫头 真不值羞耻 有这么个天真无邪的媳妇 是谷颜的福气啊 一点规矩也不懂 爹 到后面找你妈去 萧伯父 您先坐啊 嗯 不瞒萧大人说呀 我担心的是这孩子天真无邪 你是怕他嫁到我们萧家不放心 那倒不是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听说谷颜有出家的念头 原来谭大人是因为这个呀 年轻人嘛 什么念头都有 我自己的儿子 我把握得住 难道谭大人宁可相信传闻 也不相信我萧某人 哎 同在福建围观这么多年 我当然信得过你 这个是 我看这件事不要推三推四了 否则你我在同僚面前 脸面不好割呀 嗯 也是也是 可别错过了吉日良辰 初八这一天迎亲队伍会按时来的 谭大人总不至于 让我抬一顶空轿子回去吧 那我就告辞了 小大人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谁呀 你说谁呀 是齐哥呀 多年不见你还那么贪睡 我 是啊 一样 谷颜呢 怎么老是找不到他人 看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说给你听啊 谷颜哥呀 被坐在书房里了 为什么呀 他不是快结婚当新郎了吗 我也这么想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你还跟我知 行行行行行 谷颜他想出家当和尚 我大伯 我大伯怕他逃走我碎 明白了吧 你还能把他的话当真 他真能出家当和尚 他不过是说说而已 不过啊 福国你说 他一个人关在书房里没日没夜的 该多受罪啊 我也这么想啊 可是人家 福国 你说我们三个 算不算是一起从小玩大的朋友 那还用说 为朋友应不应该两肋插刀 我觉得应该把他救出来 怎么救啊 我大伯天天叫人把他看着呢 这还能难得住咱们哥们吗 我 你是谁 你是神工手 我是谁 我是霹雳泉 救出一个兄弟 还不是一如凡整 对啊 像当初咱们仨大闹学堂的时候 那叫一威风啊 左先锋 在 今晚子时 理应外合 是 老爷 老爷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少爷他跑了 什么 昨晚有两个谋面人 困住家丁把少爷放跑了 混账 起来吧 起来吧 您要是不答应说我为徒 我就是不起来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你出家的缘分还没到 凡事不可强求 你要是不起来 那就跪着 那就跪着吧 我猜想啊 一会儿你们家里人就该来了 你们在这儿等着 是 肖大人 大师 请 好 肖大人屈驾光临 彼此光彩夺目 自然是事关重大吧 大师确实是得道高僧 一眼就看出了肖某的心事 全子年幼无知 解灵还须细临人哪 肖公子确实与贫僧 有一番深谈 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走了 走了 肖大人如果信不过贫僧 不妨到里屋看看 大师的话老夫岂能不信 但不知全子他又去了何处 该是去了他想去的地方 肖大人应该比平僧清楚 老夫 之子莫若妇嘛 那不打入大师了 老夫告辞了 原生原灭 自然天成 能拴住一个人的身 却未必拴得住他的心哪 爹 爹 你娘她命苦啊 十八岁嫁到萧家 跟着我颠沛流离二十年 没过上几天安分日子 四十多岁了 没有子嗣 就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她的胸口上 使她喘不过气来 二十多年了 她想的梦的 就只有这一件事 她每年中秋节 几乎都要到观音庙里去 烧香求菩萨 记得那一年的中秋 天上一直下着雨 我跟她说 今年就算了吧 可是你娘还是执意要去 一路上迷命路滑 也不知摔了多少跤 走到观音庙门口 她已经成了一个泥人 可能是她的真诚感动了菩萨吧 第二年的春天 你娘就怀上你了 她得知自己游戏以后 你娘笑得就合不上嘴 她整天派着自己的肚子 念唐诗 你娘的肚子 谈得出神入化呀 她还说 当儿子生下来以后 她要亲自教儿子读书 谈琴 要使她成为咱们萧家的骄傲 我问她 你怎么这么肯定是儿子 你娘说 菩萨感化 就是要她来延续咱们萧家的香火呀 爹 您别说了 人生如梦 世事无常 生老病死 如影行随 谁也无法摆脱 生老病死 你娘没有摆脱 你爹今后也摆脱不了 现在你想摆脱是不是 你是你娘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你是你娘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现在你要出家 你去跟你娘说去 爹 你说你要抛下老父亲 抛下即将过门的媳妇儿 出家当和尚 你说你要不尽人子孝道 使我萧家绝子绝后 你说你要你爹成为泉州城 插于饭后的笑柄 你说 爹 别说了 好 你不说 我来说 夫人 我萧玉堂 教子无方 使她萌生了离臣出家的念头 我 既然你走了 儿子也要走了 我一个垂垂老汉 还贪图个什么 爸 爸 不如也随你一同去吧 爹 你别这样 我不出家了 我不出家了 不出家了还不行吗 爹 爹 你答应过我推迟小妹的婚期的 你别再节外生枝了 人家萧大人亲自上门 这我也搪塞不过嘛 可是 可您从不关系我的感受 这什么话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当然和我有关系了 我想 我想去额阴为妻 胡闹 人家今天就要和你妹妹一起过门到萧家了 你呢还在白日做梦 她凭什么 凭什么她萧古言一个人就可以独占良女 当时我不想说这个 我只想问您 您到底帮不帮我 汪堂 这是汪堂 好了好了好了啊 你别在这添乱了 我还忙着呢 那好 今后我的事情您就少滚 小姐 新郎快到了 赶快换衣服吧 快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先出去吧 小姐 你出去 快flix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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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二 老公 鹅鹅鹅鹅鹅 鹅鹅你这是干什么 鹅鹅鹅 你快下来 阿嬷 阿嬷 这是怎么回事 大爷 小姐 你怎么可以自行短剑 洞世帝不应该这样对待你 太世奇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父 我实话告诉您 外面的传闻 都是谣言 是我 是我知识人知道的谣言 你怎么这么卑鄙 伯父 阿嬷 原谅我 我这都是因为爱你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你放心 我会成情事实 伯父 阿嬷 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阿嬷 祝你幸福 阿嬷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你别那么高兴 站住 听听听听 世席哥 你这是干吗呢你 哎 唉 士忌哥 士忌哥 士忌 你怎么也凑热闹来了 萧古爷 你听着 你今天娶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的亲妹妹 一个是我深爱的女人 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待她们 不要再有什么出家的念头 你要是胆敢抛弃她们 我谭世忌绝不会饶过你 哥 你干什么呢 小姐 你怎么把盖头接了 你别管 哥 小妹 你转告爹娘一声 就是我出远门了 不要来找我 你要去哪儿啊 哥 去干一个大丈夫该干的事情 找一条建功丽业的出路 小妹 哥走了 哥对不住你 哥 哥 你要去哪儿啊 恭喜 谢谢 谢谢 小大人 是 是 两帮媳妇同时娶俊门 是在泉州也是少见哪 是啊 公认 谢谢 谢谢 小大人 花开并地好事成装 小大人真是好福气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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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各位光临 这个 这个你拿着 对 这个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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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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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来了 来了 来了 走 好 颜儿 你亲娘她死得早 我和你爹呀 一手把你抚养大 可是人常说 后娘像恶魔 不 娘亲带孩儿如同几处 孩儿感激不尽啊 好了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现在呀 你已经长大了 也成亲了 今后啊 凡事还得靠自己 你要知道啊 你一身兼挑萧家两房 一房呢是你父亲 另一房呢是你三叔 所以啊 你奶奶在世的时候 就为你聘下了田氏 谭氏两位姑娘 都是平妻不分大小 今后田姑娘若生子 挑你父亲本房 若是谭姑娘生子 则挑你三叔一脉 今晚是你的洞房花烛之夜 你三叔已经去了 没有后人 你呀 理应先与谭姑娘原房去 明晚再到田姑娘新房去 娘 我 我 这是人生正事 你不必腼腆的 谭姑娘呢 她小你三岁 你应该好好照顾她 去吧 不 不 我不去 你看你 都娶媳妇了 还跟孩子似的 快去吧 快去 快去 快去吧 快去吧 去 去啊 去 好好待着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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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谷颜哥 我娘说 要先盖头的